大家好 批评书 战争年代 我最佩服的是中国的五毛集团 最佩服的 真的最佩服他们 最佩服中国的那些个小粉红 他们在这个时候 他们的那个想象力 那个战斗力 那简直了 那各个都是搞 好像是细胞子 四身子 特别厉害 四个自信 各种有趣的段子 这些给大家扯扯 最搞笑的就是 他们现在就是幻想出一个 特别精彩的故事 就关于普京这个人 因为普京为什么这么牛逼呢 普京为什么这么 像我们习主席一样的四个自信呢 为什么汉染发动侵略战争呢 真的厉害啊 我们要支持俄罗斯 支持普京呢 是不是 觉得这个人搞得好啊 这小粉红嘛 大家都知道啊 所以为什么呢 因为普京为什么这么 比我们习主席好像还厉害呢 那是因为普京 他身世不一样 说这个普京这个人呢 他本来就是中国人的 这个子孙 是中国人的后裔 知道吧 是混血儿 我一开始看到中间 我就 我的裤带子都松了 松下裤带子 真的 都笑松了都 他说普京的爷爷 是中国的山东人 你知道吗 完了以后 清朝的时候呢 闯关东 进入沙俄 和当地的贵族同婚 生下了普京的父亲 然后普京的爷爷呢 给普京的父亲呢 取名的叫做罗海德 有名有名的啊 虽然在俄罗斯长大 在爷爷的教导下 这个罗海德呢 没有忘记自己 是中国人的后代 然后呢 他的父亲呢 然后又 又又又又又 又滚床单 又生了一个 娶了一个俄罗斯的女孩 又生下了一个普京 然后普京的爸爸呢 是这样教育普京的 他给普京呢 取了个名字 叫罗振英 但是普京呢 似乎 我们觉得父亲的教导 很少提这件事情 可能是碍于总统的身份吧 普京不好明说 这也说明 为什么普京在任期间 和中国关系 那么好的原因 只要普京 一直当总统 中国关系 就会一直好下去 所以现在普京 不叫普京了 大家都记住 叫罗振英 挺好玩吧 挺好玩 所以小粉红的想象里 那不是盖的 知道吗 哎呦 我就觉得这个 你看 你盯着这个普京那张脸看 他的脸好像真的不大像 这个一个纯种的 这个斯拉夫人 是不是 你看他普京的那张脸 跟这个戈尔巴小夫 跟这个河鲁小夫 跟斯大林不一样 普京的那个脸 怎么看怎么看 都有点像东方人 所以大家就开始 原来有这么 这个无疑大的历史故事 原来是这个普京是中国人的后裔 怪不得他这么爱中国了 怪不得跟习主席关系这么好了 你看这小粉红幻想出来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你说你说普京都是中国人的后裔 你哪有不支持普京的道理啊 赶紧支持啊 给钱给姑娘 是不是 赶紧给 最好把彭丽媛也一起给他 多好啊 是不是 说这种说法 我以为这个说法到这里就为止了 你知道吗 然后过了24小时不到 有哪一处更 又出了一个更有趣的段子 哎呦 我这下子上一次我是送下裤带子 哎呦 这下子 简直都变成了什么什么什么 真雄了 你知道吧 好像是假平 假平蛙的这个段子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哎呀 我都说不是口 这个中国人的说段子蛮有趣的 这会说普京是谁呢 说普京是林彪的私生子 你知道吗 他说林彪这个一直不是 是中国的什么叫做什么 百胜将军吗 什么所向无敌吗 共产党是不是 说这个共产党之所以拿下 这个江山红色江山万年长 林彪居功之伟啊 是不是 林彪至少一个人占了一半 那彭德怀这帮贺龙这帮人都给林彪当学生都不够 所以为什么是毛泽东搞到最火的时候 他要把这个江山要传给林彪呢 是不是 那是因为林彪太聪明了 又雄才大略 尤其是人类最伟大的军事家 可以把整个长春围起来 让长春的老百姓全都饿死 渴死 知道吧 说现在普京为什么有这么伟大的军事的战略的谋略呢 就是因为他是林彪的私生子 人家是遗传 知道吗 说林彪年轻的时候去那个什么俄罗斯啊 然后呢就跟当地的姑娘就啪啪啪 哎 然后就生出了这么一个普京 说这么一种肚子啊 说你看林彪后来他为什么就跟毛泽东搞翻了以后 他还偷偷要跑哎 他为什么不往这个台湾跑啊 你说那个时候往台湾跑多好啊 或者往往那个日本跑也可以啊 他为什么跑跑到苏联的方向 跑到蒙古那边跑呢 是不是最后摔死温多尔汗呢 是因为蒙 是因为苏联有他的亲人 有他的这个是私生子 他有他有亲属和血缘关系在那边 所以他就往那边跑 人家是很聪明的 知道吧 逃到自己的儿子的怀抱里面去 那时候普京应该有应该有多大了 没多大吧 应该七七人的普京也不小了 也不小了 也应该二十多岁了 哎 所以他很有意思呀 哎呀 这么一解释 我觉得有道理呀 很多人都觉得有道理 怪不得普京这么牛逼啊 这么这么是人类当下最伟大的军事家 原来是继承了我们中国的大长盛医将军 林彪的血液啊 要不得了 那为什么这个习主席和这个 和普京的关系这么好呢 因为习主席是什么 有一旁更大的棋啊 这又是第三个段子 哎呦我说的特别好笑 说习主席其实不是习仲勋的后代啊 你看习主席就那样 知道吧 习主席长得 你稍微划化妆挺像毛泽东的 知道吧 完了以后说是你 他们说你看华国锋是习主席的后代 是毛主席的后代 你看习主席长得跟华国锋有点像的 还有说雷锋是毛主席的私生子 你看雷锋跟这个习主席长得也有点像的 尤其是嘴巴 就是这个鼻子下面有点像啊 唯一不像的就是一个秘密眼 毛泽东是浓眉大眼嘛 是不是 那习主席是个秘密眼 是一个他的眼睛就好像一个 被一个小刀划了一口一条伤口 就瞇这个眼睛 愿意这样啊 那挺好意思 挺有意思的啊 说这个习主席啊 完全掌控着普京 就像当年的这个毛主席 完全掌控林彪一样的啊 一开始林彪比较懂事吗 能损任何场合都拿出个红宝书 毛主席万字万字万字万万字 大海航行航行靠多少 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林彪的指示吗 是不是 哎中国人都会唱啊 完了以后呢 但是毛泽东的是何取人意啊 是神仙下凡的 毛泽东是上帝啊 那控制林彪控制的死死的啊 一旦发现这个林彪有所不归啊 迅速于把他弄死了 你知道吧 哎 说现在这个习主席是谁 是谁的私生子 是毛泽东和一个女人的私生子啊 所以今天的人类世界 中俄关系是两个 中国共产党的这个 最高曾经的最高领导人的 这个私生子的合作啊 与共赢啊 但是呢 更大的戏在后面 今天是普京作为林彪的私生子 与习近平作为毛泽东的私生子之间的一个合作啊 要干倒西方资本主义 是吧 要中俄联盟 万念长青啊 搞这个事情 不得了的事情啊 但是等到有一天 如果普京啊 居然有头抹不轨的话 就像当年林彪对毛主席不忠的话 习主席一定会发挥毛泽东的这个血液 遗传的伟大的战略谋略啊 伟大的政治家 伟大的军事家 伟大的革命家 伟大的理论家 是不是 又伟大的舵手 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最后要用毛泽东思想 用习近平思想要要要要彻底收拾这个普京啊 所以虽然都是私生子 但是毛泽东的私生子 肯定比林彪的私生子要强一点点嘛 是吧 是这个意思吧 你想想 那个时候毛泽东 就可以直接就让林彪就摔死温诺尔汉嘛 三叉计 脑婆孩子全在飞机里就摔死了呀 你看林彪的后人都没了 就留下一个女儿 现在不知道干嘛呢 说不定吃低饱呢 是不是 所以大概有这么一个去啊 所以我特别特别特别佩服 中国的五毛啊 因为他们都是这样子的 哎呀 都是觉得自己心里有一个 就叫做什么呢 叫一个历史的记忆 哎呀 我一说这个话本来是说笑话的啊 但是说了说又严肃的 说点严肃的话 就是每个人他的心里都是都有一个历史的记忆 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呢 又叫做以史为鉴 是吧 就是小粉红 中国的大多数老百姓啊 他都是还停留在毛泽东那个时代 而习包子呢 就是要搞毛泽东的路线 所以他们就把那个时候的政治风云啊 就就把它投射到今天的政治风云里面 然后就幻想出这么几个故事 你觉得解释不通啊 你跟我解释看看 为什么普京这么伟大啊 俄罗斯不至于啊 没这么伟大的呀 是不是 那是因为他有我们中国人的血统 有我们林副主席军事家的血统 是不是 那以后是不是林副主席或者普京就掌控世界呢 他这么聪明 这么有我们中国人的血统 不是啊 我们还有就是叫做什么 刀高于尺 叫做魔高于杖 这是中国人的习惯吗 什么强中什么更有强攻守 是吧 最后普京一定要臣服于我们家习主席 为什么呀 因为习主席的雄才大略是来自毛泽东的经验 所以毛泽东习主席比普京更厉害 所以整个世界到时候人的人的命运共同体 全世界都得听我们习主席的 要把什么其他的为王八蛋都不行 先让普京干倒西方敌国主义 然后由习主席干倒普京 你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中国最伟大 是不是厉害了我的国 人的命运共同体是不是 大有希望 他就跟你描述这几个东西 所以问题在哪里呢 你说你这东西很好笑是吧 但是我说实话我讲这些东西我自己不想笑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人都是这么愚蠢的 我们也是这么愚蠢的 就是你幻想出一个你 你先有一套这个价值观 有一套历史的叙事 完了以后你把所有的东西都按照你的那个价值观 按照你的历史叙事去天空 就跟我们高考量的永远他有个正确答案 其实哪有什么正确答案呢 是不是 没有正确答案 今天这个世界 我说无数次的 普京也不是个好东西 拜登也不是个好东西 乌克兰的总统也不是个好东西 习近平根本他妈不是个好东西 我们不应该在这个平行的世界寻找正义知识 我们不应该在这帮流氓地痞里面 你去支持谁 或者反对谁 就像一个家庭两口子 男的是他们的吃喝嫖毒 一身的眉毒 女的在外面养野男人 是不是 然后把家里的钱就拿出去送给自己的小亲人 然后他们俩打架 打得不行了 然后完了你告诉我 你说你支持谁还不支持谁 你和你的措施应该是什么的 赶紧把耳朵闭上 把眼睛闭上 赶紧把风帽戴好 赶紧叮走 走人 是吧 所以有的时候我有时候会注意一些个细节啊 比如说这个我看电影前年吧不是前年好几年了西方人拍了一部电影就是圣保罗 是吧 圣保罗和这个路德呃路加福音的那个路加是吧他是个作家吗路加福音是他写的他是个西纳人 就是他们这些个人出场的时候永远就穿着一个大风衣让为黑色的然后把一个大风帽把脑袋都罩住 为什么要有这个大板呢 我觉得挺有意思 当然那个时候的人 你说那个地方风沙比较多啊 但是我这个人喜欢多想 我觉得吧 就是说你在在一个黑暗的时代 你应该要把把自己用一个巨大的风帽把自己照起来 你不要试图在人和人之间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找一个正义的力量 没有正义的力量 正义在高处 谢谢